常惭愧 常觉悟 说明你的心中还有嫉恨 还有伤心难过 还有很多不好的东西 就是说明你的心还不够慈悲 所以你的心才不会去欢喜 表面上开心并不是一件好事 得不到真正的乏喜 如果一个人能够从心里笑的出来 那才是真正的乏喜 那才是心里真正的喜悦 妈妈说快要过年了 在家里忙着包饺子 孩子还没回到家 爸爸妈妈已经在家里忙了好几天 他们天天在家里忙的时候 脸上不一定有笑容 但是他们的心里开心得不得了 想着自己的孩子要回来了 准备着东西给孩子吃 这才叫喜悦 所以真正的学佛人要有喜悦 因为心里的喜悦会转换成乏喜 师父告诉你们 越修越高兴 越修自己越觉得要忏悔 修到后来觉得自己怎么修得这么差 自己怎么这么不通人情 自己怎么还这么小气 自己真的很惭愧 这个人就是进步了 如果天天觉得自己修得很好 供高我慢 你就是在退步 天天学佛修心 修到后来要觉得自己很惭愧 觉得自己过去做了太多不好的事情 对不起自己的母亲 父亲 对不起很多人 觉得自己真的是一个坏人 那么你就是真的在进步 要懂得这些道理 要懂得这些道理 要觉得自己活得太糟糕 过去做错了太多的事情 在想想自己过去做的事情 很多事情都不是人做的 而你却做了 所以要忏悔 这才叫真修 越忏悔 越要修 这样你才能不断的进步 就像爬楼梯一样 爬到一楼了 你觉得自己爬到这么高了 很不容易 如果你不再往上爬 你就只能停留在一楼 可是你的家还在楼上 如果你继续爬 你会越来越惭愧 因为有人早就到家了 你还在楼梯上 你只有更加努力的往上爬 才能早点到家啊 学佛人只有更加精进的修心修行 忏悔自己的业障 才能早日回到天上的家 早日回到观世音菩萨的怀抱 学佛必须有欢喜心 每个人都会经过业障苦难的摩考 你们学佛修心 哪个人没经过业障苦难的考验啊 今天家里不同意你修了 你就拼命念经化解 愿解 去除业障 为了让人家感觉道理修得好 你每天做很多的事情 让自己建立一个良好的修为形象 你说苦不苦 老公说了 你有本事让我学心灵法门 你在家里就像个菩萨 我骂你 你不要还口 我打你 你不要还手 你做好了 我一定服你 师父说的这件事是真实的事情 这是我们悉尼的一位佛友 他老公打他 他也不讲 他老公天天骂他 他也不闹 他就是不停的给他老公念心惊 有一天 他老公跪在他面前 哭着对他说 我对不起你 当然 这里面有菩萨给他的一种智慧 他告诉师父 他不敢想象这个事情的发生 为什么 他感动了老公 他真的在家里拼命的做事情 不讲话 就是对他好 现在他老公跟他两个人都一起念经 这就叫感动 这就叫以身作则 这才叫学佛学法 你自己都做不好这些事情 都不是一个好的榜样 你怎么能让人家跟着你去学佛呢 今天如果师父不以身作则 有几个弟子会听师父的 你们想一想 你们自己在家里 想骂人就骂 想打人就打 谁会相信你是学佛的人 魔考就是苦难的考试 学佛修心必须要克服业障 人家骂你 你把它当成是魔考 人家请你吃饭 一定要让你吃荤的 你就说自己坚决不能吃 这就是考验 所以不要被魔考考倒 更不要被魔障障倒 魔障跟魔考是两个概念 魔障是一种障碍 比方说 我想去做某一件事情 他就是不让我去做 我想不通 这就是障碍 魔考就是我跟你有一个沟通 而这个沟通是阻碍你正常思维的沟通 实际上对你就是一个考验 看你是否能够放得下 师父跟你们讲 我们要兼顾学佛之心 最初级的佛法称为利人 兼顾是什么意思 就是人要兼顾学佛的心 不要今天学了 明天不学 而是天天要学 我要好好的学 最初级的佛法是什么 就是利人 把人要做好 利人就是把你这个人的品德给利起来 你学佛 连人都做不下 你还学什么佛 很多人一边嘴巴里骂人 一边学佛学法 这不是在亵渎佛法吗 太虚大师说 人称即佛称 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得像人 你基本上已经具备佛性了 为什么 你不会谈尘吃 因为人应该用真心去帮助别人 不该我得到的 我不能去谈 不要去恨别人 不要拼命想去的那些你得不到的东西 你就不会做愚痴的事 那你不就是改变了自己的贪嗔痴吗 学佛要懂得如何先做好一个人 要先把人做好 你才能站立于天地之间 大家想一想 只有人才是头顶着天 脚踩着地的 其他所有的动物都是背朝天 人的头是顶着天的 所以我们跟天上的菩萨接上气场 人的两只脚踩着地 我们踏踏实实的觉佛做人 就是一个拥有天地之正气 拥有佛气的人 学佛做人要无愧于天地 因为你头顶着天 脚踩着地 你必须无愧于天地 地是什么 接地气 地下有很多你的祖先 有很多的亡灵 有很多你过去的好朋友 你要对得起菩萨 你也要对得起鬼神 这就叫无愧于天地之间 学佛的初级是利人 第二级的佛法称为善 如果这个人想学佛学法 第一级就是要把人做好 第二级就是必须要善良 如果这个人不善良 这说明他的佛性根基不好 他是学不好佛的 这个善不只是自己站在天地之间无愧为人 而且还要帮助众生 大家要记住 能够帮助众生的人就是善人 在人间如果你一直帮助别人 那么你这个人就叫善人 长期从善 会基辅基德 基善成德 基德成性 基性成慈悲 如果一个人只知道自私自利 从来不去帮助别人 这个人就不是一个善良的人 一定会失去善 找不到慈悲 所以你们要好好的学 好好的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